来看到过年常见的料理乌鱼子 嘉义县农业处日前举办了严选黄金乌鱼子选拔颁奖 由县长张花冠亲自表扬得奖者 现场还示范怎么烤乌鱼子和乌鱼子手卷等多道创意料理 一道道风味绝佳的布丁水果乌鱼子 乌鱼子寿司和虎皮乌鱼子 仙姑串烧乌鱼子等创意乌鱼子料理 还有现做的乌鱼子手卷 香Q弹牙的口感 让大人小孩都吃得津津有味 要清淡然后配到乌鱼子 起来刚好那个口味刚刚好 它很好吃 还有油还很好吃 今年乌鱼子评比标准 除了要求原料品质外 更注重食品安全卫生 嘉义县长张花冠亲自颁发表扬业者 一定要染DNA 它是养殖的乌鱼 吃的乌鱼剂 它来的是药物残留 食品安全卫生 这也是要做减严 从99年 100年 101年 我们都连续几年都拿到第一二名 五到七两 七两以上的 那我相信他们应该会 为我们加一件再拿奖项回来 乌鱼子是讨喜的年菜之一 那么品质好的乌鱼子要怎么挑选呢 我们选择一个好的乌鱼子 一个在地屋的乌鱼子 我们就选它的一个认证的徽章 它的安全性就是使用就是绝对没有问题 好 那品质就是要透光 那颜色 颜色就是这枣红琥珀色 剩下的品质就是软硬适中 就是我们的品质最好的乌鱼子 嘉义乌鱼子年产量约700公顿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乌鱼子产量锐减 嘉义希望借着评鉴比赛 提升产业品质 新唐雅地电视侯瑞霞方 雅贤 台湾嘉义报道